第641章 秒杀 黑暗朱雀激动直接冲入了前方山壁的巨大洞穴之中 这个洞穴看上去是刚刚被开凿出来不久 洞穴周围的痕迹是崭新的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中不乏目立惊人的 这一发现令他们心中都产生了一些警惕 但是他们却必须要追下去 黑暗死位是认死里的 又是他们的主人 他们和黑暗死位之间可不是平等契约 而是主仆契约 一旦黑暗死位死亡 那么他们也会死 更不能违背黑暗死位的命令 所以就算他们心中不愿 也必须要飞入那个洞穴追击激动才行 激动在前一秒已经消失在了那漆黑的洞穴之中 在即将抵达洞穴的时候 他的速度降低了不少 不过激动的身形太灵动了 就算是速度降低了 也只是一瞬间 当黑暗藤蛇和黑暗天空将距离拉近到2000米以内时 他已经钻入了那漆黑的洞穴之中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些黑暗图腾神兽就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地方 黑暗藤蛇和黑暗天空并没有一头就钻进那山壁上的洞穴 而是将速度稍微降低了一点 让紧随其后的黑暗朱雀跟了上来 毫无疑问 朱雀的火属性魔力是最适合照明的 而且 多上一个朱雀 他们的安全系数也必将大增 同时 他们这速度减慢一分 也能让后面的黑暗天干神兽跟得紧一些 速度只是略微降低了一下 就已经再次全力提升 因为这些黑暗天干神兽都怕眼前这巨大的洞穴是贯通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一旦他们的速度下降了 激动从洞穴的另一边逃走 再想要追上他 可就难了 飞身入洞的一刹那 三头黑暗天干神兽都已经将自己的魔力全面提升起来 尤其是飞在中央的黑暗天空 在他身前已经凝聚起了一面金刚盾 他这金刚盾和魔师施展出来的刻不一样 通体呈现为一个流线型的光照 刚好将他和黑暗朱雀 黑暗藤蛇笼罩其中 不但不会降低他们的速度 反而会减少风带来的阻力 其防御力也远远不是九贯吐系魔师所能比拟 身为雾吐系天干神兽 天空的防御力绝对是这些黑暗天干神兽中最强悍的一个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敢于全力冲入洞穴中的重要原因 这三只黑暗图腾神兽的速度何等之快 几乎转瞬之间就已经冲入了洞穴数百米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三只黑暗天干神兽的瞳孔 以及他们背上那三名黑暗死卫的瞳孔 几乎是同时收缩起来 那三名黑暗死卫 没有半分犹豫的闪电般从这三头黑暗天干神兽背上跳下 落在后面 以三头黑暗天干神兽的身体挡住了他们 对于黑暗死卫来说 为了他们自己付出黑暗天干神兽的生命 根本不算什么 连犹豫都不会产生 就在这时 一道幽暗的蓝光在洞穴之中一闪而没 整个过程都没有发出半点声息 黑暗天空 黑暗藤蛇和黑暗朱雀 几乎是同时停下了前冲之势 黑暗天空更大了眼睛 因为他发现自己释放出的金刚巨盾 并没有因为刚才出现的那一道幽暗的蓝光而破碎 但是 就在这金刚巨盾之上 却出现了一个小孔 只有人类手臂粗细的小孔 黑暗天空看到了 黑暗藤蛇自然也看到了 从他们的理解来看 击溃黑暗天空的防御 或许并不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只要拥有圣级的修为都可以办到 但是 像这样只是钻出一个小孔 却并没有击溃整个防御 那么 就只有一种能力才行 那就是单体顶级超臂杀技 黑暗藤蛇的身体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猛然扭头向身边看去 他这才发现 就在黑暗天空另一边的黑暗朱雀 身体已经凝置在洞穴内的半空之中 原本闪耀着的金红色火焰悄然熄灭 令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暗淡了下来 轰然巨响之中 黑暗朱雀的身体已经坠落在地 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同时坠落在地的 还有隐藏在黑暗朱雀身后的黑暗死卫 它们都已经毫无悬念地 化为了一座冰雕 而且是一座死去的冰雕 那黑暗死卫坠落的身体 并不包括头颅 因为它的头颅已经消失了 而黑暗朱雀胸口处 有一个直径半米的洞 但却没有任何一丝血液喷发出来 之 黑暗天空骤然鸣叫一声 它的声音听起来极为尖锐刺耳 紧接着 金黄色的光芒 已经从它身上狂暴地绽放而出 瞬间就将前方数百米的涌道 全部笼罩住了 紧接着 前方涌道周围的石壁 竟然快速融合在一起 将正前方完全封闭 偷袭 这是卑鄙的偷袭 人水系顶级超壁杀技 藤蛇也醒悟过来 愤怒地怒吼着 是的 就是偷袭 在这洞穴之中 早已隐藏着 除了激动以外的光明天干圣徒们 激动虽然不在他们之中 但是 却还有大眼圣火龙这大家伙的存在 凭借着大眼圣火龙的阴阳双火 也同样可以和光明天干圣徒们 组成完整的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甚至是眼前这个洞穴 也是大眼圣火龙 凭借阴阳双火轰出来的 当激动朝这边退过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通过灵魂联系 告诉了这里的伙伴们 光明天机 以自己圣级高阶的灵魂修为 将正在以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积蓄魔力的伙伴们 全部笼罩起来 使他们那庞大的魔力波动 不至于传出去 因为目标是 丙火系黑暗死位 因此 最终的攻击手 就由刚得到神器冰神之矛 不久的杜明来释放 激动进入洞穴的时候 杜明的冰神之矛 就已经准备好了 光明天干圣徒们 通过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凝聚而来的魔力 足够它施展出顶级超臂杀技 由于摇迁术的魔力 也已经突破了九罐 同时也有了神器 众人在施展顶级超臂杀技的时候 就要比以前从容了许多 虽然是大眼圣火龙替代的激动 但它的魔力 可一点都不比激动少 激动一进入洞穴 前冲一段距离后 立刻折向 隐藏在了洞穴内 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弯角处 它在进来之前 之所以减速 一个是为了减少冲力 以免冲过了 另一个 就是锁定了黑暗朱雀 和那柄火系的黑暗死位 如果那黑暗死位 不是感受到危机立刻后跃 说不定激动 也只能指引着杜明干掉一个 但它这一后跃 隐藏于黑暗朱雀身后 就让杜明师斩出的冰神之矛 有了串糖葫芦的机会 这个结果比激动预料的还好一些 之所以开凿出这个洞穴 就是为了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不给对方任何闪躲的机会 天知道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有没有解除锁定的专属技能 有了这洞穴的限制 想要逃脱就太难了 而且激动并没有贪心 它完全可以令伙伴们 施展一个范围型的顶级超臂杀技 但它对黑暗天干神兽的判断十分正确 如果是范围型的顶级超臂杀技 或许能够同时创伤 已经进入洞穴的这三只黑暗天干神兽 以及三个黑暗死位 但必定是伤而不死 这些家伙 可都是仅次于圣级的存在 为了保险起见 确立必杀 最终还是选择了单体攻击 还以水克火的属性相克来增强把握性 果然是一击攻城 同时干掉了黑暗朱雀 和炳火系黑暗死位 黑暗天空 为了自保封闭前方洞穴的行为 令激动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 伙伴们就有充分的传送时间了 它毫不犹豫地 向光明天干圣徒们 下达了传送的命令 虽然这种偷袭 只能使用一次 但能削弱对方十分之一的力量 它已经满足了 毕竟 黑暗死位这种级别的强者 能杀掉其一 已经是相当不易 更何况 还有个黑暗朱雀 激动让伙伴们传送离开的同时 它自己却并没有走 只是凭借着圣极中阶的灵魂之力 将自己的身体牢牢地包裹住 悄无声息地隐藏在石壁之中 刚才黑暗天空封闭洞穴的时候 也同样将它封闭在了里面 再加上灵魂之力的保护 它根本不怕被对方看到 它不能走 因为它要找机会拿到那黑暗朱雀的金河 以及病火属性黑暗死位的黑暗金面 这两个东西 对它来说极为重要 而且 就算是黑暗朱雀的尸体 也是很有用的 那被冰封住的身体内能量 也同样被封住 对它的火神剑都有促进进化的作用 因此 在击杀敌人之一的目的达到后 激动一点都不及 静静地身处于被封闭的洞穴中等待着 后续的黑暗死位 在那冰神之矛闪电般穿越之后 也纷纷进入到了这开凿的洞穴之中 这些黑暗死位 有一点最好的地方 就是 他们没有思考的能力 更不会有愤怒 迁怒这些人类的情绪出现 看着眼前同伴的尸体 和黑暗朱雀的身体 他们一个个都呆滞站在那里 半上没有移动 尽管黑暗天干神兽们 纷纷低沉地咆哮着 向先进入其中的黑暗藤蛇和黑暗天空 询问着当时的情况 但得到的也十分有限 他们也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顶级超臂杀机会 横空出世 黑暗天空此时已经冷静下来 和其他的黑暗天干神兽商量了一下 全身上下再次散发出了金黄色的光芒 他们和黑暗死位 在一起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太清楚 这些黑暗死位的特性了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 找不到敌宗的话 这些黑暗死位 才不会去管死没死人 只会立刻撤走 一旦他们下达了命令 黑暗天干神兽 也必须遵从 因此 唯一能够替伙伴报仇的机会 就是趁着黑暗死位 还没有撤走之前 找到那敌人的踪迹所在 因此 在冷静下来后 黑暗天空重新释放出魔力 将先前自己封闭的山壁开启 在开启的同时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们 都是魔力全开 极为小心地感受着里面的魔力波动 黑暗死位们果然没有走 黑暗天干神兽的行动 会让他们默认为 这些天干神兽发现了敌宗 当然 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 依旧没有任何发现的话 他们还是会下令离开的 黑暗天干神兽 此时心中都充满了愤怒 先是黑暗青龙死于非命 尸骨无存 此时 又是黑暗朱雀被干掉了 那些黑暗死位没有情感 可他们这些图腾神兽在一起 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彼此之间感情深厚 而且更有种吐死狐悲的感受 尽管他们是被制造出 黑暗死位那一代的 黑暗天机算计了 从而被下了诅咒 不得不跟随这些黑暗死位 但伙伴们的死 还是令他们十分痛苦 下定决心 要为死去的两个伙伴报仇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会再知道 对方能够施展顶级 超臂杀计的情况下 依旧坚持要继续 去寻找激动的踪迹了 从之前黑暗死位们 下令的情况看 先后导致他们两个 黑暗天干神兽死亡的 都是一个人类 而且是来自光明五行大陆的人类 这一次 黑暗天干神兽中 提醒最庞大呈现 鲸鱼外貌的黑暗天蚁 和黑暗天空走在一起 这两大土系黑暗 天干神兽联合起来 阴阳双土合璧 防御力几何倍数提升 就算是在有先前 那单体顶级超臂杀计 也不可能一下将他们秒杀 两大土系神兽顶在前面 其他黑暗 天干神兽跟在后面 朝着里面缓缓前进 在他们看来 敌人必定就在这 幽深的洞穴之中 释放完魔技 总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吧 除非这洞穴是贯穿的 黑暗死卫们 眼中血光依旧在淡淡地闪烁着 他们也跟在黑暗天干神兽的后面 缓缓向深邃的洞穴中逼近 之前光明天干圣徒们 开凿这个洞穴的时候 最初是大眼圣火龙洞的手 但真正向内挖掘的 却是后土之珠 和大地女神之杖的功劳了 这条通道 可是直接深入山腹的 第43本 黑暗死卫 第642章 火神剑 最终进化 当初 激动让伙伴们开凿这个山洞的时候 就很有先见之名 毕竟 他们要面对的是 实力那么强大的黑暗死卫 和黑暗天干神兽 既然埋伏在这山洞之中 那么 就一定要有辗转腾挪的空间 所以 淼淼和狼天翼 借助大地女神之杖 和后土之珠的力量 将这个洞穴中的通道 一直开凿到了洞穴深处 按照激动原本的设想式 他们发动单体顶级超臂杀技 偷袭对方之后 立刻由狼天翼和淼淼联手 发动两件土系神器的威力 帮助伙伴们 一同沉入山体之内 在通道距离足够长的情况下 他们有数秒的时间完成这些 等到了地下 再进行传送 凭借着两件土系神器的存在 他们完全可以沉入数百米后 再展开传送 成功撤退 问题不大 为了这一点 激动将大眼圣火龙休息的生命之和 都暂时给了陈思玄 也好让大眼圣火龙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进入其中 使得众人沉入地下的速度更快一些 可事实上 激动还是高估了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的胆子 当黑暗朱雀和炳火属性黑暗死卫 被秒杀之后 黑暗天空震撼之下 立刻封闭了通道 这就使得黑暗天干圣徒们 根本不需要沉入地下 直接传送 就脱离了战场 此时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们 缓缓向内逼近 极为小心 时刻感受着 洞穴内是否有魔力出现 也难怪他们会如此 之前那冰神之矛在发射之前 都在光明天际的灵魂之力掩饰之下 直到出现那一刻 他们才发现 这才造成了 黑暗朱雀被秒杀的结果 现在自然是要更加小心 唯恐再次出现先前的情形 激动静静地待在原地 此时 他所在的地方 虽然原本有个缺口 但先前黑暗天空改变石壁的时候 已经将那缺口封死了 所以 从视觉上 对方是不可能发现他存在的 他现在要等待机会 只要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进入得再深一些 距离再远一些 他就能够展开行动 为了追杀他 找到击杀两只黑暗天干神兽的敌人 剩余的八只黑暗天干神兽 还没来得及收拾黑暗朱雀的尸体 至于那死去的禀火 属性黑暗死卫 其他死卫 更是根本不会去管他 那死去的黑暗死卫 因为是头部被击碎 他的黑暗金面 先前被击飞 就落在了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 而黑暗朱雀的金河 显然还在他身体之中 渐渐的 黑暗死卫 跟随着黑暗天干神兽 逐渐深入 洞穴内漆黑一片 由于没有了黑暗朱雀的照明 其他黑暗图腾神兽 也不敢过于释放自身的魔力光芒 在他们看来 先前朱雀死掉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身上的火焰太醒目了 他们可不想重蹈覆辙 淡淡的光芒闪烁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神光 此时 落在最后面的黑暗死卫 距离他这里 已经有大约百米的距离了 激动知道 前面的黑暗天干神兽 只需要在向前行进百米左右 就可能会发现洞穴的底部 到那时 他们一定会感觉到不对 而自己的机会 就在他们前行的这百米过程之中 激动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圣极中间的灵魂之力散发出去 将身前那部分 被封死的岩壁渗透 使得那些黑暗死卫 和黑暗天干神兽们 感受不到这块岩壁的变化 这些黑暗死卫 黑暗天干神兽虽强 但毕竟 没有一个真正的圣极存在 此时 在激动的权力释放下 他们却是没有任何感觉 极致阴火悄然释放 面前的石壁 如同水一般融化 激动的身体飘然而出 没有半点犹豫 手腕上朱雀手镯金红色光芒一闪 已经将那黑暗朱雀的尸体收入其中 紧接着 激动权力加速 一个藤蛇闪 就已经冲到了洞口 回手就是一个装有超臂杀技的魔际酒 丢向洞穴内部 抬手捡起地上的 炳火系黑暗死卫金面 身体闪电般冲了出去 轰 剧烈的轰鸣响彻山谷 在激动用朱雀手镯 撞在那黑暗朱雀的时候 黑暗死卫们 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 但迎接这些黑暗死卫的 却是九条极致养火炎龙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就算这些黑暗死卫实力极强 想要冲破这九条炎龙的阻隔 也不是转瞬就能完成的 等他们冲出来的时候 激动早已是鸿飞鸣鸣 连个影子都没有留下 如果这些黑暗死卫是活人 恐怕会连鼻子都气歪了 敌人就在身侧 竟然毫无所觉 这绝对是极大的耻辱 可惜 这些黑暗死卫 只有本能却并无思考的能力 情绪上是不会产生变化的 这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 剩余的九名黑暗死卫 冲出炎龙九转的阻截后 立刻在空中分散开来 寻找激动的踪迹 黑暗死卫们没有情绪 可那些黑暗天干神兽却有啊 因为愤怒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的眼神 都冰冷到了极点 可是 直到现在 他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敌人好像只有一个 但先前却从洞穴中 轰出那么强大的顶级超臂杀技能 顶级超臂杀技可不是普通技能 就算是圣级强者想要施展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凝聚魔力的 绝不是说想释放 就能释放得出来 激动当时 是钻入山洞后的瞬间 他们就冲进来了 令他根本就没有施展强大技能的机会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被光明天干圣徒攻其不备 一下击杀了 炳火系黑暗死卫和黑暗朱雀 此时竟然连黑暗朱雀的尸体都没能保住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又怎能不怒 一时间 一众黑暗天干神兽钻出洞穴后 也像黑暗死卫们那样分散开来 但他们可就没有黑暗死卫那么冷静了 大范围魔技 不断从空中播洒开来 四散落入山谷之中 就像是地毯式轰炸一般 想要将机动从中逼出来 可惜 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早在钻出洞穴之后 机动就发动了传送法阵 他们设立的全方位定位传送法阵 距离这里很近 就在这片山脉外围 只不过短短数秒的功夫 就已经完成了传送的过程 就算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将整片山谷都炸平了 也不可能找到机动了 光芒一闪 机动已经出现在伙伴们身边 按照他之前的吩咐 此时的光明天干圣徒们 一个个都盘西坐在地上 彼此通过手臂相连 凭借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来恢复魔力 光明天干圣徒们一起修炼的时候 现在都使用这种方法 对魔力的提升极有好处 感受到机动平安归来 光明圣徒们心中也就安稳了 一个个更加全力恢复起魔力来 这一战还没有结束 机动先前引了黑暗死位那么久 消耗了他们的魔力 显然不是一击即退的 先前那样的偷袭 只能使用一次 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可不是傻子 绝不可能再次上当 真正要击溃对手 终究还是必须通过正面战斗来完成 机动已经尽可能地削弱了 这些黑暗天干圣徒的实力 为的就是在决定胜负的一战中 能够获得胜利 因此 机动出现后 他并没有任何停顿 他的魔力 其实要比施展了顶级超臂杀计的伙伴们 消耗还要大 光明天干圣徒们 通过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施展顶级超臂杀计 每个人不过消耗了三成左右的魔力而已 此时更在高速恢复之中 而机动却是连存续法阵中的魔力都调动了 当时他为了保持高速 必须要将自己体内魔力保持在一定水平上 砰的一声 黑暗朱雀的尸体 已经被机动从朱雀手镯中抛了出来 说起来 用光明朱雀制作的储物魔器 来装载黑暗朱雀的尸体 也算是有些奇异了 没有半分的停顿和犹豫 火神剑已经凭空出现 机动眼中光芒一闪 火神剑已经朝着黑暗朱雀的尸体 刺了进去 这黑暗朱雀的体型 要比当初的黑暗青龙小了许多 但也比火大伤不少 伴随着机动将黑暗朱雀的尸体拿出来 火竟然也自行从机动的朱雀手镯中钻了出来 张开双翼落在一旁 渴望地注视着黑暗朱雀的尸体 机动看着火的样子不禁愣了一下 心中微动 将之前那枚黑暗死位的金面取了出来 黑暗朱雀的尸体 被冰神之毛的魔力冰封着 但毕竟没有持续的人水系魔力支持 此时魔力已经消退了一些 机动的火神剑又是那么的锋锐 直接就插入了黑暗朱雀的尸体之中 开始吸收着黑暗朱雀尸体的精华 而那枚火系黑暗死位的金面 机动并没有用来自己吸收 而是直接砸在了你火神剑的剑刃之上 虽然他知道 这样做有些暴殖天物 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吸收到 这枚金面中的魔力 但是 现在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唯有这样 才能尽快让火神剑进化完成 与此同时 机动一步上前 一掌拍在黑暗朱雀的头部 灭神机爆发 砰的一声闷响 黑暗朱雀失去魔力保护的头部 轰然破碎 被机动取出了其中的金盒 火神剑仅仅差百分之几 就能完成进化了 多吸收这么一枚金盒并无必要 虽然对于机动来说 如果有了这枚金盒的话 他的魔力 很可能会在火神剑进化后 提升到酒罐 但看着火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实在不忍 让他失望 而且他也隐隐感觉到 这黑暗朱雀的金盒 对于火这光明朱雀的后代来说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此 当机动得到这枚金盒之后 毫不犹豫地就扔给了火 但却叮嘱他 不要现在就吸收 因为接下来很可能会有一场大战 吸收这么一块能量庞大的金面 肯定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必须要等到眼前这一战结束之后再说了 禀火属性黑暗死尾的金面 砸在火神剑剑刃上 顿时发出砰的一声轻响 紧接着 流光一彩同时迸发 无数庞大的金红色光彩如丝如铝般 朝着火神剑剑刃内 涌去 顿时 火神剑光芒大赤 身为双火系圣徒的激动 都感觉到一股炽热的魔力波动 熏陶着自己的身体 令他全身一阵燥热 火神剑内的魔力就像是沸腾了一般 瞬间点燃 原本黑暗朱雀尸体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被火神剑化去 此时在这枚黑暗精勉的作用下 竟然瞬间就被火神剑上 那赤红色的火焰席卷 眨眼间消失不见 竟然就这么被吞噬了 一股炽热的魔力波动 瞬间涌入激动体内 激动只觉得 全身上下的经脉 都被洗刷了一遍似的 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 说不出的舒服 全身3600万毛孔 仿佛全部张开 吸收着空气中的魔力 同时 他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与手中的火神剑 终于有了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 它们之间 再也不是剑和人的关系 而是人剑合一 融为一体 光明天干圣徒们 在这个时候都睁开了双眼 一个是因为激动这边的变化 另一个 则是因为不远处 山脉中的轰鸣声停了下来 强大的气息 已经朝着它们这边扫描而至 显然是因为火神剑 庞大的魔力波动 被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和黑暗死卫发现了 如果换了是平时 火神剑出现这种异象 激动一定会大喜过望 这分明就是火神剑 进化完成的迹象啊 可是 此时此刻 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 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火神剑之中的魔力席卷而至 人剑合一的状态 也令他处于一种 玄妙的境界之中 整个人似乎都在 承受着火神剑的洗礼 就像是醍醐灌顶一般 激动知道自己大意了 他没想到 火神剑在进化完成的同时 会引出如此异想 与黑暗死卫的决战中 不能没有他 否则必将全军覆没 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 激动紧咬牙关 瞬间放弃了魔力 对身体的保护和控制 第43本 黑暗死卫 第643章 人剑融合 本命莲子的守护 感受到黑暗死卫 和黑暗天干神兽们 已经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激动第一时间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如果任由火神剑 与自己的身体进行融合 这个过程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恐怕伙伴们全军覆没了 他自己也未必 能够结束这个融合的过程 因此 激动放开了魔力 对身体的保护和控制 任由火神剑内 涌出的庞大魔力 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别说是在神器融合的时候 做这些 就算是平时修炼的时候 任何魔师 也都不敢像激动这么干 他这么做 与自杀也没什么两样了 魔师在正常修炼的过程中 首先要做的 就是用自己已有的魔力 来守护着自己的经脉 然后才吸收外界的魔力 融入体内 再用体内的魔力 去接收这些外来魔力 将其融入自身 成为自己的力量 魔力本身是 相当强力的存在 如果不用 它来护住经脉的话 一旦进入入定状态 魔力在体内激荡 很可能就会冲破血管 造成内伤 更有甚者 万一魔力冲击到内脏 很可能魔师 就会因此而死亡 因此 哪怕是在修炼的过程中 魔师们都极为注意 对自身的保护 就更不用说 是在承受神器融合过程中 来放开对身体的保护了 激动这么多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来完成自己 与火神剑的融合过程 没有了魔力守护的身体 就像是敞开大门的仓库一般 融入魔力的速度 必将几何倍数提升 可这样做 也是最为危险的 普通火属性魔力 都已经十分狂暴了 更何况是火神剑中 蕴含的庞大魔力呢 就算激动有着圣级体魄 想要承受火神剑的冲击 而不受创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 激动在这个时候 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用这种方法 才能让他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与火神剑之间的融合过程 他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伙伴们去送死 哪怕是因此 而遭受到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 他要冲在最前面战斗 光明天干圣徒们 此时还不知道激动身体的变化 但他们却都知道 现在的激动需要保护 天机沉声喝道 思玄召唤出大眼圣火龙 我们升空 一定要护住激动 激动暂时无法加入战斗之中 由我进行统一指挥 武行相声循环阵法 天机的冷静应变 也充分提升起了 光明天干圣徒们的战役 一直以来 都是激动带领着他们 甚至可以 说是守护着他们 现在轮到激动 需要他们 进行守护了 在这个时候 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激动 大眼圣火龙 被陈思玄召唤出来 不需要他们去吩咐 十月凤凰火 就已经落在了 大眼圣火龙背上 为了让大眼圣火龙 能够全力应用于飞行 和对方周旋之中 火而代替了他的位置 和光明天干圣徒们 一起组成了 武行相声循环阵法 把天机围绕在中央 释放出我们的魔兽 天机大喝一声 第一个将自己 那十阶钻石龙 释放了出来 没有半分犹豫 光明天干圣徒们 纷纷释放出了 自己的魔兽做旗 除了激动的大眼圣火龙 和火儿 以及陈思玄 纳成处于 奇异状态的思动以外 另外八只魔兽 同时出现 护卫在大眼圣火龙 身体周围 浓厚的魔力 疯狂提升起来 毫不示弱地 释放着自己的魔力 在这些魔兽之中 摇千叔的青龙 天机的钻石龙 是十阶修为 其他的魔兽 也都是九阶十力 尽管它们不能和 黑暗天干神兽相比 但聚集在一起 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黑暗死卫和黑暗天干 神兽们来得很快 就像之前追击激动时那样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承载着黑暗死卫们 朝着这边快速飞行而至 远远的 就已经看到了 猎阵之中的 光明天干圣徒 此时 五行相声 循环阵法已经建立 居中指挥的 天机神色古井不波 此时 穆尔还站在他身边 没有激动的朱雀手镯 谁也不敢用 能够让人窒息的 储存魔器 将他收起来 在光明天干圣徒们看来 现在的天机 前所未有的冷静 他的灵魂之力 也同时联系着 每一名光明天干圣徒 和他们的魔兽伙伴 和激动当初所做的 一般无二 甚至对周围的探测 比激动还要细致一些 毕竟 他的灵魂 修为是圣级高阶 这样一来 就让光明天干圣徒们 心中大定 可是 只有和天机手 挽着手的莫 才知道他现在有多么紧张 天机的掌心中 全都是汗水 紧紧地握着莫的手 身体更是因为 紧张而充满了僵硬感 事实上 他又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这是他第一次指挥 光明天干圣徒们 进行战斗 而且面临的 更可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还能保持平静 那他就不是人 而是神了 但是 天机掩饰得很好 他知道 暂时没有激动 如果自己再乱了阵脚 那么 伙伴们必然会大乱 他们就真的完了 他很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 那就是在激动与进化后的 火神剑融合完成之前 一定要保住每一位伙伴 黑暗死位 尤其擅长近战攻击 和那些黑暗天干 神兽比起来 他们才是更加可怕的 因此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激动清醒过来之前 务必不能让这些黑暗死位靠近 要以远程攻击 阻挡住他们的前进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 一众天干圣徒们 同时大喝一声 五行相声 循环阵法威力全面提升 庞大的魔力 不断在他们体内进行流转 他们现在要面对的 是已经消耗了一定魔力的 黑暗死位 和黑暗天干圣徒 尽管因为激动的情况 出现了意外 但也要比面对 全盛时期的黑暗死位 要强得多了 毕竟 现在对方之中缺少了炳火系 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连五行阴阳界都视展不出来 这就是对他们最有利的一点 就在光明天干圣徒们 聚精会神的准备迎战的同时 他们都没有看到 下面的激动 正处于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当激动放开了魔力 对自己身体的保护后 火神剑内庞大的魔力 瞬间涌入他体内 前一刻还无比舒爽的感觉 顿时变成了岩浆地狱一般 恐怖的冲击力令激动蹊跷之中 同时鲜血流出 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火神剑中的魔力实在是太霸道了 尽管他此时已经认主 真正地和激动融合在了一起 但当他那庞大的魔力 冲入激动体内的时候 还是让激动整个人 都处于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之中 全身经脉就像是 要被撕裂了一般 尤其是火神剑中那庞大魔力 带来的炽热 更像是要将他的身体融化 哪怕是激动有着混沌之火 自身又是圣极体魄 在这一刻 他的身体也受到了重创 完了 激动心敌已是冰凉一片 单是这一下冲击 他就已经受到了重创 体内所有的经脉几乎同时受损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放开魔力对经脉的守护之后 这火神剑的魔力竟然会是如此狂暴的 虽然这样的吸收速度快得无与伦比 可是 他的身体已经根本就承受不起 下一波火神剑魔力的冲击了 再来一次刚才这种程度的魔力冲锋 他几乎是必死无疑 也就在这个时候 火神剑内涌出的第二股魔力 已经出现了 从激动手臂之中蜂拥而入 在这个时候 就算激动再想用自己的魔力护住经脉 都已经来不及了 前一次的火神剑魔力冲击之下 已经将他自身的魔力 全部压迫到胸口混沌之火附近 根本无法再涌入自己的经脉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 奇迹出现了 激动只觉得 从自己小腹的位置 升起一股温热的气流 紧接着 九点金红色的光芒同时亮了起来 他们悄然而出 在火神剑第二股魔力冲入激动体内之前 分别停留在激动的大脑 胸口 双肩 双臂 双腿 以及小腹位置 就像是激动体内 突然出现了九个支点一般 金红色的光彩 瞬间蔓延在激动体内每一个角落 悄然守护住了 他那已经受创的经脉 火神剑庞大的魔力蜂拥而入 但这一次 却没有再造成任何损伤 就在激动的经脉中 疯狂律动着 与他的身体融合着 冲击着 快速地进行着融合的过程 这事 几乎是一瞬间 激动的眼眶就湿润了 他当然知道 那九个光团是什么 那正是烈焰最后留给他的礼物 烈焰那九枚本命红莲的帘子 在他身处于最危急的时刻 正是这烈焰留下来的力量 又一次挽救了他 悄然守护住了他的身体 烈焰 烈焰 哪怕你人已经不在了 你却依旧守护着我 等着我 等我完成了一切之后 我就去找你 泪水 不受控制地 从激动面旁上流塔下 他手中的火神剑 已经缓缓 自行上浮 带动着激动的手臂 直指天空 空气中 所有的火元素 都朝着那火神剑蜂拥而入 火神剑本身 已经绽放出了 无比妖艳的红色 甚至还要超过烈焰 那红莲天火的红色 而激动背后 那无比威严的红色身影 又一次出现了 只不过这一次 他却只有十米高 却要清晰了许多 激动只觉得 自己体内的魔力 疯狂地攀升着 与火神剑传入的魔力 融为一体后 不断地激增 几乎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突破了89级 直冲90级大关 他虽然也曾经想过 自己火神剑进化完成之后 会不会像伙伴们的神器那样 帮助自己提升魔力等级 但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 激动心中 却反而不那么兴奋了 因为 此时他的伙伴们 正在面对着无比强大的敌人 他们需要自己啊 他宁可不提升这些魔力 也想能够尽快地 和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并肩战斗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光明天干圣徒最大的凭借 就是武行相生循环阵法 他们要面对的 是九名汉不畏死 战斗技巧及其强悍 普遍魔力超过了95级的黑暗死卫 还有黑暗五行大陆 实属性魔力的图腾象征 黑暗天干神兽 尽管现在的黑暗死卫死了一个 黑暗天干神兽死了两个 但他们 却依旧是一只 能够横扫整个大陆的实力 无比强大的实力 相生循环 更经出战 单体攻击 目标假目 天击此时 已经进入到了一种 特殊的状态之中 他虽然心中极为紧张 可是 伴随着敌人的逐渐逼近 他的内心反而逐渐沉静了下来 他知道 哪怕是自己 只有一个些微的疏忽 也将导致伙伴们的全军覆没 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伙伴 在这一战中死亡 激动暂时无法战斗 就只有他来守护这些伙伴了 一直以来 他在这个团队中 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力量 现在也该是他全力以赴出击的时候了 冷静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天击已经下达了命令 他毫不吝息地释放着自己 圣级高阶的灵魂之力 不只是指挥着伙伴们 同时也铺天盖地地奔涌而出 笼罩向了敌人 向敌人展开了灵魂压制 没错 那些黑暗死卫 对于灵魂压制是免疫的 但是 不要忘记 还有黑暗天干神兽的存在 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距离圣级都只有一步之遥 但却终究不是圣级 以天击圣级高阶的灵魂修为 对他们产生压制效果 毫无问题 哪怕是 只要能够削弱对方一分的实力 对于他们光明天干圣徒来说 也就多了一分 在战斗中获胜的可能 在这种时候 天击又怎会有所保留呢 第43本 黑暗死卫 第644章 罪 五行轮转 相生循环的魔力 瞬间击中到了 庚金圣徒杜希儿那里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伙伴们的增幅下 施展技能 虽然心中有些紧张 但在天击的灵魂之力指引下 他根本不需要多思考什么 天击甚至已经帮他锁定了对手 他只需要直接出手就行了 无比庞大的魔力 注入到掌中金煞神剑之中 杜希儿娇喝一声 眼中金光一闪 金煞神剑已经脱手而出 在庞大的极致庚金 魔力注入下 这柄金煞神剑 闪耀着白痴的光彩 化为一道长红当空斩下 目标直指 加木系黑暗死位 与此同时 光明天干圣徒们 在火的配合下 也释放出了五行阴阳剑 范围直径一百米 将它们 以及下方的机动 全部笼罩在内 甲木系黑暗死位 与庚金系黑暗死位 并肩站在 人水天干神兽 黑暗白虎背上 一道白光突然从天而降 直取甲木系黑暗死位 他眼中的红光 顿时光芒大亮 竟然直接 从那黑暗白虎头顶之上 腾空而起 双手成爪形 抓向飞斩而至的 金煞神剑 虽然凝聚魔力的时间有限 金煞神剑这一展 却依旧能够达到 单体终极超臂杀技的层面 杜歇尔 可是有全体光明天干圣徒支持的 而且 他使用的又是神器 五行之中金克木 更金克甲木 这也是天机 让他出手的原因 但是 令光明天干圣徒们 目光凝至的是 就在那甲木系黑暗死卫腾身而起的同时 不远处的人水系黑暗死卫 也接踵腾起 他的身体 就像是甲木系黑暗死卫的影子一般 紧贴在那甲木黑暗死卫身后 甲木黑暗死卫双爪 抓上金煞神剑的一瞬间 那人水系黑暗死卫的双掌 已经按在了他背心的位置 只听一连串坑枪暴鸣接踵传出 金煞神剑已经到飞而回 而那身在空中的甲木系黑暗死卫 却是形若无事一般 只是胸前的甲皱上 多了一道白色的痕迹而已 黑暗白虎 已经重新承载住了甲木系黑暗死卫的身体 而人水系黑暗死卫 也回归到自己的坐骑身上 之前听激动形容这些黑暗死卫的时候 光明天干圣徒们 只是有一个大概的认知 此时 当他们真正面对这些黑暗死卫的时候 他们才明白 这些家伙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凭借肉体来对抗神器 而且 他们攻击的目标 还是对方修为最弱的甲木系黑暗死卫 这些黑暗死卫还是先前被激动削弱了三成魔力的情况下 竟然还是轻而易举地挡住了这样一个终极超臂杀技 就算杜希儿因为自身实力不强 同时吸收的魔力不可能太多 但他发出的 也终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终极单体超臂杀技 就这样被对方两名黑暗死卫联手接了下来 那甲木系黑暗死卫 看上去最多受了点轻伤 这样的结果 令光明天干圣徒们 充分认识到了 接下来这一战的艰难程度 光明天机 仿佛没有看到这一幕似的 他的命令早已接踵而至 五行轮转 心惊出击 范围 光明天干圣徒们在一起配合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天机这一句话 已经让他们明白了意思 众人身形在大眼圣火龙背上微微一转 已经换成了阿金在最前方 阿金眼中神光电射 和杜希儿比起来 他就要强得多了 虽然在五行相声循环阵法阵之中 不论是谁发动攻击 都有着其他伙伴的权力支持 但是这攻击手的身体 能够承受的魔力越强 自然发动的攻击也就越强 机动不在 眼前承受力最大的 就要属拥有圣级体魄的阿金了 再加上他的魔力 本身就是九冠级别的 战斗经验更是无比丰富 在第一击没有获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 天机命令的第二次攻击 就落在了阿金身上 此时 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已经距离他们只有不到一千米了 庞大的魔力波动 已经从这些黑暗天干神兽身上奔涌而出 而那些黑暗死卫们 除了先前应付攻击的出手之外 依旧保持着寂静 但光明天干圣徒们自然看得出 这些家伙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 必定是雷霆万军 阿金的身上 燃烧起了刺目的金色光韵 虽然还不是专属光滑 但此时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却比专属光滑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 他们齐心协力释放出的五行阴阳界 可以说是比任何魔力都要强大 因此 他们只需要不断地输出魔力就足够了 在分神释放魔欲反而不好 但什么时都有个例外 而阿金 就是光明天干圣徒中的这个例外 无数金色的光影 几乎是在那边 惊煞神剑无功而返的同时 就已经波洒而出 灭绝金环令 整个天空之中 都充满了呜呜的呼啸声 成百上千个金色的光环 出现在天空之中 这一下 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都不由地停了下来 阿金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可不是杜希尔所能相比的 那始祖龙直系血脉的强横气息 圣级的体魄 再加上神器的威力 令这些黑暗天干神兽 也不无忌惮 他们此时已经明白 先前秒杀了黑暗朱雀的那一击 恐怕就是 眼前这些人类所使用的 面对这样的对手 他们又怎么可能不谨慎对待呢 一道道攻击 不断从黑暗天干神兽口中 喷吐而出 与天空中的金色光环 不断地进行着碰触 一阵阵轰鸣 在双方之中爆发 同样是由五行相声 循环阵法的支持 但阿金发出的这个技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中级和高级之间的差别 正所谓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 这二者之间的威力 是不能同于而语的 双方交手所产生的庞大反阵力 都被光明天干圣徒们 联手释放出的五行阴阳界挡住了 这也是五行阴阳界的好处 在这个强大的结界之中 光明天干圣徒对外施展的 魔技会有一定的加成 而且 他们自身损耗的魔力 反而会减少 而对手的攻击 则会遭受到全属性五行阴阳界的阻挡 堪称攻防一体第一结界 当阿金发出这一击的时候 光明天干圣徒们都感觉到魔力一空 以他们联手起来的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似乎都被阿金这一下 抽取了大量的魔力 就在他们不解 为什么阿金这一击 会释放出如此众多的魔力时 他们却看到了强悍的一幕 同样是金色光环 攻击目标 当然不只是那些黑暗天干神兽了 同时还有他们背上的黑暗死位 黑暗天干神兽 根本不需要去替他们背上的黑暗死位抵挡 这虽然是高级超臂杀技 但毕竟是范围形的 以黑暗死位的修为 足以抵挡住这些魔力分散的技能 在他们看来 施展这样的技能是极为消耗魔力的 而对面的人类达到九贯的都没几个 再有这么几轮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支持下来了 几乎是必死无疑 所以 他们一点都不着急 只是收敛魔力抵挡着面前出现的攻击 事实上 这些金色光环 也只是能够暂时阻挡住他们而已 那些攻击到黑暗死位们 面前的金色光环 都被他们以各种近战技巧破解了 当初 圣光缅下英朝阳 在教导激动的时候就说过 到了九贯魔师这个层面 远程的能量攻击 想要击杀他们 是十分困难的 除非你的魔力 能够源源凌驾于对手之上 因此 九贯魔师之间的战斗 一般都是近战 九贯魔师完全有能力 将自身的魔力 凝聚在身体之内 以身体作为武器 爆发出极其强横的威力 眼前这些黑暗死位 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尽管是高级超臂杀技 但在范围型的情况下 又是远程攻击 他们根本就不怕 几乎是一手一个 不断地化解着阿金的攻击 但是 这些金色光环 真的都一样吗 贾木系黑暗死位 也和其他黑暗死位一样 化解着金色光环 先前杜仙那一击 虽然未能将他中创 但也毫无疑问地 大幅度消耗了他的魔力 正像激动和陈思玄 判断的那样 在于激动的第一战之中 这贾木系的黑暗死位 本来就受伤了 而且自身魔力 也是大量消耗 但是 在战斗结束之后 黑暗青龙死亡 他就失去了魔力补充的来源 他们这些黑暗死位 是无法进行修炼的 因此 每次战斗之后 都会由黑暗天干神兽 释放魔力 对他们进行补充 这贾木系黑暗死位 没了黑暗青龙 自然也就无从补充 虽然因为他生前的实力强大 自身也能吸收到一些 外界的游离甲木元素 但自身的魔力恢复 却极为缓慢 这么多天过去了 他也不过恢复到了 七成魔力而已 再加上先前的消耗 他现在的魔力 也就只有五成 又被金煞神剑 消耗掉了两成 就只有三成了 确实是这些黑暗死位中 最弱的一环 但他身边有 人水系黑暗死位的辅助 战斗力 倒也没有太大的削弱 可是 此时阿金所施展的范围型攻击 也覆盖了那名 人水系黑暗死位的身上 而且 在这些黑暗死位的潜意识之中 根本就不认为 这些攻击 能够对他们构成威胁 自然是各自抵挡各自的 人水系黑暗死位也是如此 他就没有再去帮那 甲木系黑暗死位 更具迷惑性的是 针对其他黑暗死位的 金色光环 起码都有三四个 可针对这甲木系黑暗死位的 却只有一个而已 这就更让黑暗死位们 没有在意 甚至连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都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那枚弓向甲木系黑暗死位的 金色光环 甚至连攻击速度 都和其他的 没有任何区别 甲木系黑暗死位 习惯性地提起双手 成爪形 他这是青龙爪 模仿甲木系黑暗天干神兽 而得来的技能 乃是生前就拥有的 近战技巧 双爪同时抓向那金色光环 准备将其一举撕裂 但是 就在他的青龙爪 接触到那金色光环的一瞬间 一边却出现了 那原本和其他金色光环 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光环 突然光芒大赤 一层魔纹从光环本身上绽放开来 紧接着 伴随着一声嗡鸣 和一声破搏般的声响 这个甲木系黑暗死位的身体 已经支离破碎 化为无数碎块 四散分飞 而那光环 更是进一步前冲 狠狠地砸在了 黑暗白虎的背脊上 黑暗白虎痛吼一声 身体在身体剧烈地 翻滚三周 才稳定下来 幸好那根金系黑暗死位 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毛发 才没有被甩下去 但大口大口的鲜血 已经从那黑暗白虎口中喷吐而出 要不是那甲木系黑暗死位 帮他抵挡了大部分攻击力 这一下 就能将这黑暗白虎的脊梁砸断 黑暗天干神兽们 心中都产生了同样的念头 怎么可能 同样的金色光环 为什么那个会如此强大 那先后毁灭了甲木系黑暗死位 重创黑暗白虎的光环 在天空中环绕一周 已经化为一道流光 重新回到了阿金手中 原来 这看上去一样的光环 竟然正是阿金那灭绝金环本体 在释放出高等超臂杀技的范围型攻击同时 这灭绝金环本体在阿金的注入下 还同时形成了一个终极超臂杀技 这就是阿金比其他光明天干圣徒强大的地方了 有着五行相声循环阵法的支持 他的圣级体魄能够承受更多魔力的冲击 在那阻挡敌人的高等超臂杀技之中 还藏了这么一个终极超臂杀技 可是 同样是终极超臂杀技 为什么他这一击却能毁灭甲木系黑暗死卫 还能重创黑暗白虎呢 这可不只是因为甲木系黑暗死卫 没有人水系黑暗死卫支持的原因 那么简单了 在黑暗天干神兽们的感觉中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终极超臂杀技所能完成的 其实答案很简单 阿金这一击本身就很有突然性 打了甲木系黑暗死卫一个措手不及 另外一点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在那灭绝金环之上 还附带着他的魔玉 穿刺 第43本黑暗死卫 第645章 拼命的时候到了 哪怕是光明天干圣徒也没想到 阿金的攻击竟然如此生猛 当那甲木系黑暗死卫被干掉 黑暗白虎被重创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 原来阿金发出的并不是一个超臂杀技 而是两个 一个高阶范围型的超臂杀技阻挡敌人 另一个中阶单体超臂杀技 用来偷袭黑暗死卫 配合着阿金附加在灭绝金环上的穿刺魔玉 竟是一举功成 将对方因为失去了黑暗青龙而实力不足的甲木系黑暗死卫 直接干掉 阿金的得手 也让光明天干圣徒们信心大增 甲木系黑暗死卫的死 以及黑暗白虎的重创 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了 这些黑暗死卫 和黑暗天干神兽 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 在光明天干圣徒中 哪怕是有这五行相生循环阵法的支持 能够同时施展出两个超臂杀技的 其实也就只有拥有圣级体魄的激动和阿金了 因为只有他们的身体才能够承受得起那么庞大的魔力冲击 甲木系黑暗死卫的死 以及黑暗白虎的重创 也同时让这些黑暗死卫 和黑暗天干神兽出现了变化 剩余的八名黑暗死卫 几乎是同时跃起 瞬间在空中聚集在一起 朝着光明天干圣徒部下的五行阴阳界 发起了冲锋 而在他们身后的黑暗天干神兽 则是做出了一件 令光明天干圣徒们 心中都有些发冷的变化 一道道灿烂的极致魔力 化为光柱直射前方 但他们的目标却并不是攻击光明天干圣徒们 这一道道光柱 乃是各自设在了相应属性的黑暗死卫身上 光明天干圣徒们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正在发起冲锋的黑暗死卫 魔力都在急速提升 背后有着黑暗天干神兽的魔力支持 他们的实力再不会受到先前消耗的影响 这却是激动始料未及的了 毫无疑问 光明天干圣徒们将要遭遇的 是八个拥有完全实力 甚至还要超过 他们原本最佳状态魔力的黑暗死卫 尽管那些黑暗天干神兽 没有参与到进攻之中 但他们这样为黑暗死卫们进行增幅 反而是更为可怕的 就像是灭神机的魔力压缩一样 将黑暗死卫 与他们的魔力结合在一起发动攻击 其破坏力无庸置疑 阿金 持续攻击 天机大声喝道 他此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 足够的魔力 还需要一个能够全面输出的人来使用才行 毫无疑问 现在最适合的 就是拥有圣极体魄和穿刺魔欲的阿金 就在天机说话的功夫 那八名黑暗死卫 已经在背后八大黑暗天干神兽的支持下 冲到了五行阴阳界前方 他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而阿金刚刚施展完两个技能 多少也要有所缓冲 没有真正与这些黑暗死卫交手过 永远也不可能明白他们的可怕 八名黑暗死卫 完全是凭借肉身近战攻击 在他们冲到五行阴阳界面前的同时 八个人同时抬起双手 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擅长方式 轰击在了五行阴阳界之上 轰然巨响之中 恐怖的魔力瞬间迸发 五行阴阳界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原本平稳的十彩光晕战 放出一圈圈连衣 整个五行阴阳界似乎都颤抖起来了似的 这就让阿金想要持续的攻击 不得不再停顿片刻 因为他们必须要释放出更多的魔力 来维持五行阴阳界的稳定 不得不说 五行阴阳界不愧为当今第一节界 由十系极致魔力释放而出 完全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特性 发挥到了极致 哪怕是八名黑暗死卫 这么强悍的攻击 也未能将其一下轰破 与此同时 天机已经向外面的坐骑魔兽们 下达了命令 一道道澎湃的魔力 狠狠地轰向了黑暗死卫 但是 令光明天干圣徒们骇然的是 面对这些普遍久接 甚至是十阶的魔兽攻击 黑暗死卫根本不屑一顾 他们的魔力完全内运 几乎只是挥手之间 就已经解决了这些攻击问题 阿金的第二次出手 终于完成了 灭绝金环带着强烈的金色光运 和穿刺魔狱呼啸而出 但是 这一次他面对的 却不再是先前被大幅度削弱后的 假木系黑暗死卫 而是完全状态下的黑暗死卫 阿金选择的攻击目标是 以木系黑暗死卫 金克木 每干掉一个对手 光明天干圣徒们的压力 自然会小一些 面对阿金的攻击 鬼水系黑暗死卫身形一闪 就已经到了以木系黑暗死卫背后 右手在以木系黑暗死卫 后背上拍了一掌 而以木系黑暗死卫 则是双手一圈 左手按在右臂大臂的位置上 而右手则就那么一直点出 正中灭绝金环 问 灭绝金环被击射得倒飞而起 重新回到阿金手中 而那以木系黑暗死卫则是 上身后仰 被震退了数十米 但是 下一刻 他却已经形弱无事地 再次冲了回来 就在阿金发出这次攻击的时候 黑暗死卫们 落在五行阴阳界上的攻击 却已经足足超过了十次 五行阴阳界的防御虽然强横 但在他们这种近身攻击 而且都是魔力极度压缩的轰击之下 也在大量消耗着光明天干圣徒们的魔力 天机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他知道 继续这样下去 对方有着黑暗天干神兽的支持 可以长时间保持这样的攻击 而他们虽然凭借五行阴阳界的特性 来节省魔力 还有五行相生 循环阵法来增强恢复魔力 但消耗下去 五行阴阳界最终还是会被攻破 到了那时候 恐怕众人之中 除了阿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有战胜一名黑暗死卫的能力以外 其他人恐怕都不是这些黑暗死卫的对手 但是 天机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撤回五行阴阳界 恐怕他们坚持的时间会更短 而在这个时候 在发动着五行阴阳界的情况下 就算他们想要传送离去 也无法做到 现在他只是盼望着 机动能够快一些 和那火神剑融合完毕 唯有如此 他们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所有的希望 可以说 都落在了机动那炳火神剑之上 战局发展到这里 已经完全出乎了机动之前的计划 毕竟 他也没想到 火神剑在进化完成后 还要和他进行二次认主 如果现在这战场上有他的指挥 战局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就算是不能战胜对手 带领伙伴们全身而退 也是毫无问题的 就在天机开始下令伙伴们 全力支撑五行阴阳界 甚至停止对外攻击输出的时候 那些黑暗死卫的攻击 却突然变了 原本的十名黑暗死卫之中 甲木系和平火系的黑暗死卫 已经被干掉了 剩余八人 眼看五行阴阳界 虽然摇摇欲坠 但实际上却十分坚挺 无法攻破 这些黑暗死卫 立刻变阵 雾土系黑暗死卫 闪身到庚金系黑暗死卫背后 庚金系黑暗死卫 则闪身到人水系黑暗死卫身后 剩余的这三名杨属性黑暗 死卫站成一列 后面的两人 将双手都按在前面一人的肩头 通过土生金 金生水的特性 将他们三人的魔力 全都凝聚在了前方的人水系黑暗死卫身上 四目的黑色光芒 骤然从那人水系黑暗死卫身上迸发而出 他的双眼也变成了更加深邃的暗红色 双手提起 在身前一挫 两只手掌已经变得漆黑如墨 彼此向握成重拳 再狠狠地砸向五行阴阳界 在他们这边三人发动的同时 另一边 五名阴属性的黑暗死卫 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阴属性的五名黑暗死卫 是五行巨拳 他们利用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的五行相生 最终将魔力集中在了 新金系黑暗死卫身上 虽然它们不会相生循环 但魔力相生 却还是会的 金系更是五行之中 最擅长突破的一系 在五行巨拳的情况下 自然是选择了 以金系为突破点 那新金系黑暗死卫 和之前蚁木系黑暗死卫 应对阿金灭绝金环的攻击一样 右手抬起 看上去轻飘飘的一直点 向五行阴阳界 它的攻击 和另一边的人水系黑暗死卫 几乎是同步而至 不好 天机大喝一声 光明天干圣徒们 也下意识地将更多魔力 注入到五行阴阳界内 但是 这五行阴阳界 就算再强大 它也是一个范围型的结界 而对方黑暗死卫的攻击 却正是做到了疑点破灭 轰 人水系黑暗死卫的攻击 狠狠地砸在了结界上 顿时 五行阴阳界前所未有的 剧烈震荡起来 也就在这时候 新金系黑暗死卫的那一指 也点在了五行阴阳界之上 看上去轻飘飘的一指 却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穿透性 只听一声刺耳的尖笑响起 五行阴阳界 竟然被它硬生生地刺破了一个洞 一股无比锋锐的心经魔力 直透而入 那不是什么技能 明天干圣徒中央的天机 小心 狼天翼右手一抖 他的后土蜘蛛已经飞了出去 滴溜溜旋转着 挡在天机身前 嗡的一声 后土蜘蛛在被心经魔力点中的那一刹那 顿时爆发出强烈的黄色光芒 而狼天翼则是闷哼一声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要知道 这一指的威力 甚至已经凌驾于普通的顶级超臂杀技之上 其穿透性之强 还要超过之前 他们偷袭炳火系黑暗死卫的冰神之矛 虽然被五行阴阳界削弱了大半 但这一道极度浓缩的魔力 就算是凭借后土蜘蛛防御的狼天翼 也有些承受不住 顿时受了伤 狼天翼这一受创 光明天干圣徒们维持着的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顿时迟滞了一下 对于实战能力无比强悍的黑暗死卫来说 这样的机会 他们又怎会放过呢 那心经系黑暗死卫一指点出之后 竟然是毫不停顿的 又是一拳轰击在了刚刚被他点透的五行阴阳界之上 顿时 一声宛如水晶器皿破碎般的清脆声音响起 整个五行阴阳界在剧烈的震荡之下轰然炸碎 化为庞大的气流席卷而起 光明天干圣徒们只觉得体内魔力一泻 精神都是瞬间恍惚了一下 而那些黑暗死卫们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庞大气流带动得退出百米 但是 下一刻 他们却已经又朝着光明天干圣徒的方向冲了过来 天机的脸色已经是一片苍白 到了这个时候 再想依靠防御来挡住对手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空气中魔力无比紊乱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重新建立起五行阴阳界 一旦被对方禁声 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还怎么发挥作用 完了 难道真的就这么完了 跟他们拼了 姚千叔怒吓一声 第一个从大眼圣火龙背上闪身而出 光明天干圣徒中 除了激动这个异类以外 其他能够肉身飞行的 就只有他们三名九冠的圣徒 姚千叔身形闪出的同时 他那神木傀儡效果已经用了出来 身边顿时多了一个 与他一模一样的青色光影 受伤的狼天翼 以及实战能力最强的阿金 也同时闪身而出 在这么多擅长近战的黑暗死卫们面前 在保持五行相声循环阵法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和天机的想法一样 无论如何 也要坚持到激动完成 与火神剑融合的那一刻 唯有如此 他们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就在这时 一团红光从他们三人身边掠过 在空中瞬间爆发开来 顿时 九条巨大的火龙 将正冲上来的黑暗死卫们 暂时阻挡了一下 尽管九转阎龙超臂杀技 在黑暗死卫们面前 短时间内就会撕成碎片 但终究还是令他们要停顿一下 时间就是一切 不惜一切代价为激动争取时间 说话的不是天机 而是陈思玄 因为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此时激动所处的状态 解决 PIN 解决